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吃洋葱的艺术 就是我们留一小口,我们就可以换的两个或者三个大的洋葱回来 是不是听起来蛮合算的 今天我就秀给大家怎样用一小口洋葱换的两个或者三个大的洋葱回来 那么首先呢,我们把它在外边的干的皮剥掉 我们特别喜欢吃洋葱,特别是纸洋葱,我们几乎每天都吃 那么纸洋葱呢,它富含抗氧化剂和硫化物等各种营养成分 那么它的抗癌效果是其他洋葱的好多倍 除了抗癌,它可以降三高 所以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品 清理完以后,我们开始大约在底部的留半寸的位置 然后我们切掉 那么切掉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一小口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小口当中的这个芯呢,它有三个小圆的芯 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小圆芯 实际上这就表明这个我们可以换三颗回来 那么这个主要的部分我们可以全部吃掉 然后我们找个小酒杯,或者是一个容器,放上水 然后我们把这一颗留下的这一小口,我们把它放进去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根部呢,就浸在水中 那么它就会,这个根部就会很快地生长出来 我们把这一个小酒杯呢,然后放在窗台或者有阳光的地方 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三个小的圆呢 它已经开始隆起 那么根部呢,也已经开始生长 那么我们每天进行换水 换水的时候就是把它全部倒出来 然后加上水,我们再把这一小口放回 然后我们再把它放在有阳光的地方 那么非常神奇的是,过几天以后 就会发现中间的这个芯呢,就开始长啊长啊 就长成这个样子 当然这一颗不是我们这一颗切的 这是另外一颗 也就是说我们留下的那一小口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非常漂亮 那我们就拿着这一个一小口长出来的芽子 我们准备把它埋在地下 然后它们就可以长出洋葱来 我们把外边的这些皮剥掉 我们目的是为了把中间的这个芽子分开 这两个芽子分开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外边的皮剥掉 那么不剥也可以 这样摘下去也可以 然后我们希望它分开再更好一些 有利于它生长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两颗洋葱 然后我们把它分开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留下的那一小口 我们获得了两颗洋葱的芽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摘到地下 它们就可以给我们生长出两个洋葱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把它摘到地下 然后我们在地下挖两个小洞 大概有两寸深左右 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 埋上土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土呢 我们希望呢就是它的具有渗水性要强 就是不要有积水 然后我们浇水的时候也不要浇太多 那么有朋友说 啊 它们的洋葱放在地里面全烂掉了 那是因为它们浇水浇的太多了 一个星期浇两次足够了 我们再等三到四个月 这个洋葱呢 就可以长得非常好了 就可以收获了 那么这颗洋葱呢 已经长成这么大了 非常的健康 那么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就可以收获了 那么洋葱呢 一年有三个季节 冬季春季夏季都可以种 所以是一个非常容易种的蔬菜 那么我们只需要每次吃洋葱的时候 我们留一小口 我们就可以换来 好几个大洋葱回来 多核算呀 赶快行动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和收藏